OK,好,我這邊來share screen一下 現在大家看得到我的畫面嗎? 可以 OK,好,我問一下喔 中午還沒吃飯的可不可以喊個E一下,我看一下 都吃過了,沒有人喊E非常好 那,只有Jimmy還沒有吃,OK 那我建議Jimmy你現在可以叫UberEat或FuPanda開始 先點了,因為我後面的國招他今天的主題非常的多 先點先吃,不然我怕你等一下撐不住都沒掉 OK,好,那我這邊就先開始了 大家午安,我是Kim,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但是,一樣也是在這個五月份的時候的五滴的大會當中呢 有一個很有名的講者叫做Vladic 那Vladic他在當天聊了一個話題叫做 微服務跟現階上下文,還有這一切之間的一些奧秘 我把它印翻成這個中文了 好,那我有一些朋友不認識我,我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中文名叫高一凱,那我有兩個小朋友 那平常我非常熱愛打雷球棒球 同時也試著在學習一些引導的一些方式 幫助更多的人去了解領域去用設計 跟Cloud的一些實踐的這些過程 那同時我目前認識在AWS是一個極致瘋狂的 Service的一個粉絲 那這個Service包括了有Alumda跟Companion的體系 OK,那在整個的Session當中呢 Vladic他用了一個開頭來跟我們聊的話題是說 全世界大概有95%的人都在聊說 模組化可以帶來的好處 可是呢很少人會特別去談到說 那怎麼去完成它 這個描述呢它是來自於Glenford而來的 而這句話已經不可考,我不知道是從哪一年來的 我覺得它這個開頭呢有一點意思 就好像平常我們在鼓吹或者是倡導某個方法 或某個產品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是從 How to do 然後回頭What to do 然後可能再沒有人去問What to do 有些比較聰明的會直接先問話 其他那些誘人的工具啊 然後結果啊他先挑在旁邊 他先問說為什麼需要這件事情來做決定 所以這個是他今天的這個Session的一個核心 那來大家去理解 怎麼樣在一個這樣的為服務的設計當中 我們去挑選 合適的邊界跟上下舞來做設計 故事要從一個銷售的場景來開始說起 平常呢我不知道大家的工作當中有沒有比較多的機會跟業務單位一起合作 像我自己就任職的公司 我們就很多的這種大型活動 然後跟銷售的活動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在一個銷售呢跟一個活動的場景搭配當中呢 其實他有幾個元素會存在喔 首先你可以看得到的是說 一家公司如果是以賣產品的角度出發的公司 他會有自己的商品 自己的product 那一旦商品完成之後 他想要藉由特別的主題日呢或活動日來辦理這個促銷的工作的話呢 那麼他可能他的市場團隊就要去思考 我需要用什麼樣的策略來進行行銷 可能是話題 可能搭配節日 可能搭配不同的視角 不同的團隊來做這個創意的這個行銷活動 那麼我就要去產生更多的creative就是網頁資料啊或者是campaign 辦理大型的活動的活動的細節 然後呢 將一系列的銷售通路的通路商呢 跟這些代理商呢把他們都加進來 然後呢我要根據這些不同的party之間的協作呢 去最佳化出他的可能的銷售協教的可能性 然後我來獲取我最大的利益 如果我們從一個銷售跟業務的場景來看的話呢 其實他大概會有這樣的全貌 那我們如果要在這樣子的場域當中去跟不同的party來合作的話 其實會有一個第一個挑戰就是說 你看辦一個大型活動 其實經常會是活動方 他可能不知道你產品細節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然後銷售協銷的單位這些agent 他也可能不一定了解你真正的產品內容細節 那麼不同的party之前他要對話的時候 事實上你們需要一個共通的理解 所以我們再去做整個活動 如果我們將他系統化做拆解的話 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了解 怎麼樣去講共同的話語讓彼此來認識 而這Vladic他對一個分享當中跟我們提到的就是說 在做一個大型複雜的問題拆解之前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能夠找到共通的領域語言 什麼叫領域語言呢 先借用這張圖來看一下 這張圖是來自於我們台灣的傳統市場 在場的大家 如果你會去傳統市場買菜的請答一 OK 還蠻多人的喔 好好好 OK 那麼在台灣的傳統市場買東西呢 事實上是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的 不管你是哪一個語言熟悉的人 就是說像Anson可能更多的時候 粵語或者是英語講得更好 那當然他現在國語也講得非常好 台灣話也可能很熟 那麼在台灣的這個傳統市場呢 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 即使你不是很熟講台語的人 可是你走到傳統市場的場域之後 你不自主的就會用台語來問老闆說 老闆這錢買多少 這規矩怎麼買 你很自然的在那個場域當中 會讓你自己去講 別人也能夠跟你共通了解的對話 而這樣子的對話的方式 其實我們要呈現表達的是一個 關注以及尊重 在這個場域當中的專業知識 那在菜市場裡頭 台灣的菜市場 他確實關心的是什麼 台金這樣的計量單位 你不會在那裡用英鎊 不會在那裡用公斤 非常少 公斤現在少數有 但非常少 所以如果你要在一個市場當中 去完成你的購物的行為跟消費 通常用領域專家來對話 可以對話的內容 可以幫助你讓這件事情做得更好 那麼領域專家在這裡會是誰 菜飯還有進貨的工人 還有每個店家老闆 還有以及可能是長年在市場裡頭買東西的你 或者是你的家人 只要你們是熟悉這個場域的 那你們就是領域專家 而這些領域專家在這個菜市場裡頭 談的內容可以幫助你性行販售的 我們稱之為統一語言 這樣的概念你來理解它 不然只要每次聊到這個統一語言這件事情 就是實在是很難去用一句話去解釋它 到底什麼叫統一語言 OK 好 那麼我們知道這個概念來做對話之後 再稍微回顧一下 剛剛假設我們是一家活動公司 那我們有自己的產品要販售 以及我們要將這個活動搭配著這個 銷售方還有這個市場團隊來做的話 那麼我們經常會有一個困難就是說 每一個不同的組織 或甚至是不同協作的公司 他們理解活動本身的事情 它認知上有一些落差 譬如說產品公司 他在做產品要賣的時候 他對於活動本身 他需要掌握細節不夠多 他只要知道產品是什麼 然後活動是什麼日期就好了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到 在不同的上下文當中 其實他們關心的模型可能會長得不一樣 於是我們要將這樣子不同的場域 跟不同的模型給拆出來 放到不同的限界上下文去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案例 這以剛剛的這個銷售場景來看呢 銷售團隊呢 他可能跟Marketing的行銷團隊 對他們所關心的主題 可能稍微有一些不同 比如說Marketing可能關心的是 Campaign活動本身 如何置放 Landing Page Agent有哪些 Insertion Order等等 可是Sales他更關心的是什麼 接觸的對象是誰 因為他要賣的 他知道買家是誰 我們要知道這個轉化率有多少 Desk多少 然後Lead有多少 那這個Lead呢 他有趣的知情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很多銷售 那Lead通常指的是說 在一個活動的結束之後 我產生了一個新的一個Lead 的表示說 我潛在出現一個潛在可能 真的讓我賣出產品的一個機會 我們稱之為Lead OK 好 那我們如果將這一系列呢 把它快速的開展成兩個角度來看的話呢 它就會有一個直觀的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我的Marketing跟Sales 它其實是兩個很不同的組織 或者是業務標的的概念的話 我將它轉為系統設計 可能就會是直接一個Marketing Service 或者是一個Sales Service 非常的直觀 這是第一種方式 那當我們將它再細化往下看的話 你可以發現到Marketing跟Sales 其實它有一些東西是完全被擴展開來了 Marketing裡頭 它可能更關心的是Marketing自己的團隊 所關心的事情 Sales可能CRM 或者是銷售的最佳化 還有客服 以及它做一些身份驗證的查驗 你可以慢慢的感受到說 如果我們將不同的組織 不同的職能 放在不同的服務裡頭 它其實慢慢有特化的現象 而我們找到這樣的特化現象之後呢 其實我們可以更做下一步的是說 我們來具體的再細看一下 在這個區分的兩個邊界當中呢 它們分別要關心哪些業務的一些領域 這裡我們稱之為Business Subdomain 那在這裡頭呢 可以很簡單的看到 我們區隔出兩大塊來 如果是Marketing跟Sales呢 它已經被我們找到了這幾個可能出現的一些內容 我可能不依稀講它的名字 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 正常來說 這些業務名詞 它可能對應到你的組織裡頭 其實它就是在一個Team裡頭 那偶爾有可能 這個Marketing跟Sales 它要互相的一些交互 來做一些互動 那我們如果能夠從這個角度呢 把剛剛的這一個Business的這個Subdomain 再找出來呢 我們可以將它一個一個的抽出來 找出它可能的一些指服務 所以你可以找到Campaign的管理 內容的一些分類 因為活動可能長期 會有一些不同的活動 你可以做分類 而且我的這個客服人員 如何來處理這些事情等等的 CRM User 對 OK MGT就是Management 對是一個很快速的剪血 因為這個打不下去 OK 這裡有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從這裡找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有時候Marketing裡頭的內容呢 它畢竟它還是有很多的細節要往下走的 我們從一個大的一個邊界上下文呢 找出了幾個不同的這個業務的指域之後 指服務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假設從這個Campaign的管理 從Campaign的管理裡頭來看呢 它還有哪些東西呢 你可以發現到 它裡頭有很多的概念留在這個Campaign當中 譬如說 有Campaign內容 有Target的市場 Landing page Website 這些每一個的一個小的主題呢 其實都意味著定義說 我們在這一次的活動當中 真正關心的一些技術的細節 而在這裡 我們將這每一小塊抽出來 我們把它定義為Entity 那麼在這裡的Entity呢 我需要很快的再說明一下 在領域驅動設計當中呢 Entity呢 我們翻為實體 那麼這個Entity 跟我們主流常見的這些各個語言開發的工具 談到的Entity不大一樣 比如說像Java, .NET 這些比較典型的這些早期的產品呢 或者語言相關的技術實踐 它的Entity通常泛指的是 拿來做為於資料庫的交互 或者是說 用來呈現這個資料庫的 以表征的狀態的內容 可是在這裡呢 李玉琼設計裡頭談的Entity呢 它表達的是說 我們關心在這個線線上下文當中 具有生命周期的歷史變化的一些真實的資料 而我們想要去追蹤它的狀態 譬如說像Order訂單 一個Order它的Initial的Status 可能是一個是尚未被下定的狀態 那Order可能如果被人下定之後 可能是Order created的 然後再來是Order shipping 然後甚至有可能Order change 或Order reject 或者甚至說Order completed 在這樣子我們關心的上下文當中 你可以找得到非常多 如果他們不同的樣貌 不同的狀態是你所關心的 那麼你就可以拿它 把它視作為一個Entity來表達 OK 好 那再來我們再往下 所以我們很快的來做一個簡單的回顧一下 如果我們在從一開始 從需求的收集的角度去做的話 那麼我們一開始拆分的細節呢 可以由淺到深來看 首先第一個事情是先找出我們的線界上下文 我們可以很直觀的去理解說 像剛剛的這個案例 銷售以及產品或者是活動 我們可以找到它的邊界之後呢 在這個邊界當中去識別出 它哪一個可能是真正關心的這個 核心的業務的這個職域 那我們開始找到可能會有非常多 但是不急著在當下 就去做一些合併消除的動作 先不關心這件事情 我們持續的往下走 走到這個業務的細節 我們會關心整個在流程當中的 生命週期的關心的部分 把這些Entity找出來 那有這樣的東西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到說 它其實是一個脈絡往下走的 我們從這個Marketing的角度去看 我可能有很多的 我們一開始被我們視為的Service 那裡頭把它剖開來看的話 其實裡頭有很多的業務概念在裡頭 而這裡頭的業務概念 如果是值得我們關注 它整個的完整的生命週期的 那麼它可能適合作為一個Entity 我們從這個角度去往下的細化去做設計 這個也是Vlatik在跟大家強調說 你要做模組化的時候 其實最終提供你業務能力的 其實都是到最後Entity的表現上 所以這裡給你一個做一個參考 那當你在做這樣子的一個 梳理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會找到非常多的 Bounded Contacts 或者說現階上下文 那有人就會問說 一個現階上下文是不是就是一個微服務呢 原則上來說呢 其實一開始現階上下文跟微服務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坦白講 它兩者本質上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如果我們要從微服務的設計的 顆粒度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說一個微服務 它理當應該只有一個Bounded Contacts 這會是一個合理的設計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現階上下文 其實它涵蓋了一個完整的 一個內具足夠的知識體系 就像我們前面這個Marketing 這個現階上下文 它裡頭有很多的東西 但是在這個Marketing當中 因為複合的主軸內容很多 像前面這邊提到這個Creative Catalog Contract Campaign Management Bidding S Optimization INA 這些在一個現階上下文當中 它起碼現在涵蓋了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大的這個業務主題 那這個六個當中 事實上我們可能 會把它分別看成是六個不同的一個 業務的概念的聚合 所以在這裡 在一個現階上下文當中 它很有可能持有六個聚合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背後它隱含的就是說 其實一個現階上下文 它可能會涵蓋了一到多個的聚合 在裡頭當中 所以本質上來講 Micro Service它是Mapping到Bunded Context 但是Bunded Context它裡頭可以涵蓋至少一個到多個的聚合 那要多少個才是一個合理的範圍呢 在這裡我想要借那個Volf Vernon的他的建議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因為這上一個微服務在提供開發的周期當中 因為它非常的貼合敏捷開發 所以我們在思考一個團隊在進行開發的時候 它的人數可能只有五到七人或不等 如果在這當中它有超過非常多的這個聚合的不同的業務內容在當中的話 這個Team它的專注力會不足 甚至它經常會發生這個業務範圍太大 它開發的速度會太慢或做不了狀態 所以Volf Vernon他給我們的建議是 最多應該一個聚合當中 不要超過 一個現階上下文當中不要超過15個聚合 但我想這個是他在累積了10年的經驗當中給我們的答案 我個人覺得15可能也是一個參考值 我個人並不認為它是一個最大值 如果你的團隊的聚合都非常的精簡 而且容易理解 而且一個團隊在施行的時候是沒有困擾的 那麼其實你是不是要高於15個 你可以做一個考慮 但是大體來說 一個現階上下文當中 它有多少個聚合這件事情並沒有標準答案 但是如果你要將它部署成微服務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那麼我就會鼓勵你 在一個現階上下文當中 真的不要超過15個聚合 原因是因為 如果超過非常多聚合 當你做改動的時候 基本上它會讓你在你的更新的過程當中 讓你的主要功能不斷的被改變 增加你的微韻複雜度 OK RICO這邊有提到了什麼叫做聚合 簡單的來說 聚合是一個我們在梳理的業務範疇當中 所有資料都被存取的起點 我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我們今天開了一台車 然後我們要到汽車保修廠去進行維修 那麼我們開車到保修廠的時候 進去的第一站是這個前面的前台的這個staff 他會問你說 先生你要做保修 請給我你的這個行照跟這個駕照 OK 那駕照這兩個的目的是什麼 駕照是驗證這個人的身份嗎 沒有問題 那行照是驗證這台車的身份 OK 好 那如同我的頭上後面的台車一樣 我的車是Skoda的車 我去驗我的車子的時候 我的行照本身呢 扮演了這台車的所有的存取的進入點 而這張行照上面 它會記錄有很多這台車子的相關組件 包括了生產的年份 引擎樣式 引擎號碼 車身號碼 還有這台車有四個輪子 這台車的車重 以及相關這台車的零組件的訊息 都在這個行照的這個規格的標示裡頭 所以我們可以講說 在台灣的用車人的車主 他的車子如果要在各個公務機關 去進行車輛的各種的改裝 改造 查驗 定期保險 對保險公司也需要 對他來講呢 這個我要通過幫助這台車子 對他做各項的服務的時候 我需要有一個first contact window 而且這個first contact window 它被賦予的最重要責任來保障 這一系列的行為都要在這裡頭能夠被滿足到 而這樣子的東西被我們被稱之為聚合 那麼想像一下我剛剛講的 假設我的車已經過了五年 在台灣定期要去做排氣檢驗 那麼我開著我的車 拿著我的行道到這個保修場的時候 檢驗場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行照 然後讓他去跑 所有的車身的查驗 排氣檢查 煞車檢查 或者是其他的改裝不良品檢查 那麼每一次的這個查驗的內容 它其實都會是一個行為來進行 譬如說 假設他的 假設這個保修場呢 它有一個API code叫做 Track for equipment 那這個時候Track for equipment 真正的傳入的參數是誰 是用行照本身代替的這輛車的聚合 而行照的訊息在這裡完全被放進去 所以在這裡 它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去做解釋 不曉得這樣能夠理解嗎 OK 好 那其實聚合還有很多的意涵 不過今天可能沒有機會講 我們再找時間再跟你多交流一點 好 OK 那剛剛提到的就是 如果我們真的在做應用的開發的時候 這個 我們的服務的這個邊界跟服務的規模 它要怎麼去做操作的話 基本上 剛剛提到了 一個Micro Service 它應該就是一個邊界的線界上下文 而這個線界上下文裡頭 你可以有一個到多個的聚合 只是 會非常的鼓勵你 在你如果是部署成為服務的模式下 你的 你的系統上下文的邊界裡頭 不應該持有太多的聚合 這樣你的責任會非常的重 出問題的時候 你會相對要花的Apple會多很多 然後 我們再回顧一下 像剛剛的場景當中 這家辦活動的公司 它的銷售團隊呢 它的銷售的代銷經營商 跟它的活動的經營者呢 他們其實對於產生的Lead這個 的概念呢 它經常有不同的見解 還記得剛剛講的這個Lead嗎 我們 如果以銷售的角度來看 我們的活動產品發布之後呢 在銷售當中 可能產生潛在的下一個真的販售機會 稱之為Lead 那是從Sales的角度來看 那Campaign的Manager的角度呢 他可能會覺得說 反正就有Lead就好了 Lead只是我留下的Ureca 那我只是將這個Lead呢 接下來交給後面的邪銷的團隊去做事情 他本身對他的關心程度是不高的 所以我們在這種情況下 他就會同樣的名詞 但是關心的話題而不同 就會造就了 在不同的Party身上 對於Lead的關心內容設定就不一樣 所以你看這裡 Marketing的Campaign 經常會產生的Lead 而Sales的Lead它的來源呢 是來自於Campaign 所以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都會留下這樣的訊息 那你一定會問說 可是我覺得以前在我的家的系統設計當中 就是我就是一顆資料庫 或者是反正我任何一個地方 可以存這些資料 他就統一就叫做Lead 可能不知道存在哪裡 反正這兩個Marketing或Sales 對我來講 就像是一個系統來跟我Access而已 我就這麼單純就在中間 那沒有錯 但是因為現在你關心的話題是 你要施行成微服務的時候 那麼我們眾所周知 在每一個微服務開發的時候 應該是怎麼樣的 從業務的角度出發 去找出這個業務範疇 應該要負責的業務功能或能力 並且自己持有 這整個的業務功能 所需要去進行的資料的存取 是他完整的職責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必須去探討 當同樣的概念 被分散在兩個不同的Party的時候 他的關係會怎麼樣 所以很顯然他會落在兩端 Marketing的人只關心 所有活動做完之後產生Lead 而Sales Team他會關心 產生Lead之後 他的Lead應該要做哪些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點 讓你去想如果不一樣的時候 你應該是不是在兩個不同的Party底下 分別持有這些資料 而這些資料怎麼來怎麼被同步 那我想那個是關心在技術實作細節 以及業務流程怎麼被安排 我們這裡就不談這兩點 但是你就是要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這裡對他來講 Lead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話題 那麼你肯定可以找得到 在整個的一個銷售的歷程當中 我們可能有很多的角色會出現 像前面剛剛講到的 Sales也好 Marketing也好 可能還有其他的組織 或者你需要的協助會出現 像定令合約啊 電話客服啊 Billing啊 或這個驗證受選 其實他也都存在 那麼在這裡呢 其實你想像一下 像現在全台灣各大社群 你都會經常找IT用辦活動 假設你是社群的owner 你要辦的活動 你覺得 如果有IT用這樣的好的partner 或是其他的這種數位的partner 來幫助你做客服 做行銷 做身份驗證的管理等等的 你會將這些主要的職責 放在你自己的身上嗎 我們先假定一下各個社群是在販售自己的熱情跟理論跟論點 我們先把社群的owner看在Sales這裡好了 那麼對於每一個社群組織者來說 他當然不希望也不想要將這整個support範圍內的東西放在自己身上 因為那太累了 如果你想歡迎你加入DDD社群來當任志工 我們把很多事情都offer給你輕易來幫忙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但是普遍來講 我想全球的各個社群的owner他們遇到的挑戰都一樣 他光要將真正關心的業務事情 也就是說真正想把活動辦好 把方法講者給敲定 就很困難了 所以他經常會在要談的事情的主軸本身 跟協作的銷售本身都花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應該盡可能的把一些市場上通用的 而且已經成熟健全 甚至容易替換的這些服務 我也有這樣的support sponsor來做事情 所以在這裡他很容易被我們點出來 在這樣子的一個業務銷售的過程當中 主要的這個指令域呢 可能會是Sales跟Marketing 那其他的可能需要的合作的業務對象 或者需要協作系統 我們可能稱之為這個支撐指令域 我們將這些常見的東西移過來 那麼你可以將你的時間 省下來得到最大的幫助 所以不管你怎麼猜 你可以有像這前面剛剛講到這幾類的猜法 不管是哪一種都可以 但是你就是要想清楚 你的猜分呢 將會決定你要花多少的心力 在這些事情上面 所以我覺得可能在場的大家 對於活動銷售這件事情的看法 不一定都一致 但你一定會在這當中找到自己的切割模式 然後將你的精力留在這當中 所以回顧再講一下 整個宣誌上下文呢 它其實是一個一致性的邊界 我們只特別關心在這個範圍當中 我們想要一同探討的業務知識的話題 以及怎麼樣將這個背後的業務流程的內容 將它塑造它的模型下來 那塑造這個模型呢 其實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讓它 一可以表達真實的餘意 真實的這個業務歷程到底是什麼東西 第二個是真正將它系統化始作下來 所以你會有很多的特殊的關鍵字 或者是你的字段 對不起不能用字段 或者是你的字串 或者去表達你不同的欄位的細節 來真正呈現在這個場域當中的細節 然後呢 在這個邊界當中呢 你會定義下來的 是一個最大的合法的一個大的單體 其實每一個線界上下文呢 它被形塑出來之後呢 它本質上是一個完整 具有的業務能力的一個範圍的系統 它理論上可以不直接的依賴於其他外部系統 當然如果你有其他不同的線界上下文 跟它之間有協作關係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特別記得 你自己本身定義出的上下文呢 它就形成了一個具有完整的業務能力的一個系統在裡頭 而且呢 你還需要去特別了解 如果我真的有其他需要被拆解的boundary的話 我要去怎麼去做梳理開來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已經知道了邊界這個boundary context之後 如果我們像剛提到 在這個裡頭有可能有好多個聚合 一二三四五六 我們逐步的梳理下去呢 找出不同的層次 從上下文到指領域到entity 這三層哪一個最適合於你拿來作為為服務的進入點呢 我想要藉由電商的話題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一定都買過 在購物節買過東西 那購物節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說 假設真的是熱門的時間 你光連顯示商品頁面 甚至顯示首頁都進不去對吧 經常會被打爛 如果你是AWS user 或客戶麻煩你跟我們講 我們幫你一起聊一聊 你怎麼被打爛的 但是whatever 假設你想像一下 你真的是在活動當天的首頁或商品頁 進不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提募我們自己 你的商品頁或頁面 它本質上提供的是單一的業務功能 起碼是要做什麼 入口或者是商品介紹 商品訊息 這類的東西在當下 它的重要程度非常的高 它希望可以在那一段時間是完全 跟別人不受影響的 那麼這個時候你可以將這一個每一個特定的主題呢 這樣的一個entity 就直接幫它部署成一個為服務的提供的應用 那麼最常見的就是這些電商的客戶 或者是也有也許在座有人也是做EC的 你經常會在那個時候將你的產品頁 就獨立一包發布出去 提供檢閱 可能前面還掛了什麼CDN 可能還是直接hard call了這個整體的產品的定義 直接寫在一個淨態檔案 目的就確保它怎麼樣都活得好好的 對嗎 這個時候我們的entity 如果它要扮演的是一個單一職責 而且高度的不可被其他人受影響的 一個提供業務的能力的 那麼這個時候 per entity as a microservice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主力的指標 好 那再來如果我們要回頭看 這一個subdomain 它是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為服務的一個使用的進入點呢 這個時候其實是看你的這個利用範疇的要放到多大或多廣 那我覺得完全是看你的角度 像在這裡呢 在這裡其實campaign management 這裡是一個大的一個聚合的概念 而回頭看整個線線上下我們是多個聚合在裡頭 所以depends on你在這一個的關注程度有多大 我們去將它曝露出去 那什麼樣的情況下你會最有感呢 如果你用的是一般的虛擬主機或者是一般的容器化的應用 其實對你來講這三層你毫無感覺 因為反正就是一包就好了 所以你經常會在你的微服務的部署的時候 你發現你的容器的鏡像有一大包 然後全部都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覺得 好像感受不出它的差異 可是如果你像我剛剛提到的 你希望盡可能的極小化最小化 甚至你要做到 serverless的這樣子的微服務的時候 那麼其實對於不同的 entity 特定的給予功能 那麼你會得到一個最大的幫助 那所以什麼樣是micro service的candidate呢 我覺得有一個簡單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本質上談的是服務 那麼一個服務它基本上是一個業務功能的單元 然後呈現在給大家所看得到的 所以它是一個機制去提供的你去存取的能力 而這個存取的能力呢 是用在一個早就被定義好的一個界面上 那所以呢 假設我們看service的interface的話呢 它就是說任何的一個機制呢 可以來獲取你的資料 不管是對你做出請求 或者是獲取你的訊息 來自於這個service 所以service的interface 它可能會涵蓋了兩大常見的 第一種是synchronized service code 或者是asynchronized service code 那synchronized service code 它就是常見的這種request response 或者是bucketl 而synchronized多半的是大家更關心的 就是說事件化的驅動的開發 所以你在這裡就要去考慮到的 我是一個事件的產生者 或者是我是一個事件的消費者 這樣的行為模式 而整個service interface呢 其實因為剛剛提到了 它要能夠扮演讓別人in and out 去獲取這樣的數據的一個服務資料 所以呢 它就像是一扇門 在這裡 我們的service的interface 這個API 就像一扇門 那如果micro service呢 它的interface 就像是更小的這一扇門 這樣講好像有點吊詭 但是其實它是一個引導你的脈絡 假設micro service的service 對應的是interface的話 那其實micro service 它就應該要有一個micro的interface 所以根據這個micro的角度來看 我們需要去降低不同的服務之間 他們的這個coupling的一個關係 雖然很難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盡可能的去降低它的偶合性 然後我們因為為了要確保這個服務本身 它提供應用的價值一直是高度的被使用 而且它如果要被修改的話 應該是要在合理的範圍被修改 什麼叫合理的範圍 假設你現在部署了三個英雄在上頭跑 你發現改A經常要同時改B改C 然後改B經常改C又改D 這個時候這樣子的分類 就會產生一個奇怪的現象 為什麼改一個要連動到target 多個的這樣子的party在裡頭 如果這樣子的頻率很高的話 那麼是不是有可能這些經常被有牽連在 的這樣子一個service chain的這些服務 它應該就是被包成一個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去limit reasons for change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你不應該是每一次改一個 其他都要一直被改 如果是的話可能要去留意 你在這裡定義的這個interface 是micro還是nano 還是小到我不會記得這個技價 通常你切的太小的時候 這個the rule很容易被你break掉 同時呢我們要保持 這每一個被你拆解的這個interface 它容易被理解 就像開門一樣 你去開門的時候 你還會關心它是喇叭鎖 或者是U型鎖 或者是一字鎖嗎 不會 反正你就習慣你會開就好了 從來沒有人要去開門開鎖的時候 還要研究一下 好我這個鎖應該要上旋五圈下旋六圈 這樣太痛苦了 原則上不需要這樣子 所以你更好 如果能夠理解的話 那麼你就比較容易做容錯 以及更多的自動化 在這彼此之間的溝通 這裡如果你需要做這種 非同步的事件通訊的話 那麼在這裡 這種自動化的push 跟這個consuming 就會帶來一個很大的幫助 好 那麼我們有這樣子的這個門戶呢 來提供這個訪客來開門關門 來獲取資料或互動之後 但是我的職責呢 這些資料或者是滿足整個業務要求的資料庫呢 還是在我本體上自己own的 所以呢每一個位服務他支持自己 只有自己的資料 而且不允許外部的直接來存取你的資料 意味是什麼 要拿資料就得先經過那道門 所以這個API only就是那道門 而且呢如果你一旦的開放的是你的 database出去的話 那就意味著你給出了無限制的這個界面出去 那麼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為所有人都在獲取當中 你根本不知道你那道門存在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一定要特別的考慮一下 如果你的公司或你的團隊 正在走向為服務的發展的策略過程 也許很難直接的將所有的這個 JDBC ODBC連到你的資料庫的管道 全部切除 至少在一開始不容易 但是你必須有意識的去管理它 並且了解 每一塊進來去access directly to DP 這段它的目的跟訴求是什麼 然後逐步的將它API化 拆解化 把那條路拔掉 這樣子你那一道門呢 才會真正的發揮它的效果 好 所以呢 那你既然都知道我們這個門戶呢 來提供應用了 所以每一個API的 method 它就是一個最完整的一個MicroService嗎 如果一個Service 就只有一個 method是好的嗎 有時候會有點太過 譬如說像這個 我們在做Scrum的一個 軟體的開發歷程當中 大家都知道你在做任務的編排 跟領取任務工作的時候 事實上會做很多事情 增加工作清單啊 更新狀態啊 調整它的優先權啊 或者增加更多Backlog 這是整個的Backlog 它可能要提供的功能給你 在這裡我們有起碼 快十個API好了 八個 那如果我們將每一個API呢 它真的都是 Perservice on one API 那麼我們就出現像圖上這個狀態 所有的API都被分開來 而且自己持有自己的DB 可是眼尖的你 或者是曾經run過Scrum的你 它一定會有時候會要去做聯動的 譬如說我要更新一個Backlog的時候 我可能是去調整Project的時候 從Backlog拿走拿到Doing或者是In Process 或者是Waiting的狀態 你在每一個業務的操作下 如果你產生這樣盤根錯節的這樣連動的話 那麼意味著這樣子的設計可能太過的複雜 所以我們這個界線呢 大概就是說 要取決於你到底怎麼去分解它 你要從Use Case的角度去猜它 而不是從單一的這個思考它的可能的功能是什麼 我覺得談Use Case跟談功能呢 這樣講好像白話又不直接 我們如果再用更口語一點來講 就是說我們應該考慮的是 這件事情它被執行時的場景 而不是單看某一個功能 通常看功能的時候是往往是我們在 譬如說看產品列表 看產品功能清單的時候 是直接看這種API的Command的角度在看 可是微服務它關注的事情 是一個業務場景的歷程去做的 所以你在拆解的時候 如果可以回頭從用戶場景 使用者案例來看的話 那麼你在做這個分解的時候 會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掌握 所以在這裡你可以看一下 一個正常來說的一個老的大型的這個單體的應用 我們如果將它逐步的拆解成為服務的話 對你來講 每一次的變動的歷程 所花費的 effort 應該會逐步的變小 但是如果你做了過頭之後呢 假設你把Micro Service 做成Nano Service 或者再更小的 你會發現到每一次的改動 或者是API code 都要串聯到無數個Micro Service的時候 那個這個時候呢 你就成了一個Distributed Model 那麼這樣子帶來的負擔 其實是會逐漸的攀升 直到有一天 可能原兵營 原本的單體 這EVER還要大得多 那麼這樣子就 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體驗了 所以我們應該要考慮的角度是 在這個過與不急的當中 好像有點太玄 藉於0到1之間 我覺得關鍵在於說 你要從這個使用的場域 使用的場景角度去做 做到一個你舒服的角度去做就好了 過度經常會有問題 那什麼叫過度呢 通常過度會伴隨著一種geek的出現 比如說我曾經聽過我有一個客戶 他就是極致的擁抱Micro Service 但是他全公司又非常的喜歡Servilex 他用了無盡的AWS Lambda 去提供每一個Function 所以他是PerFunction 然後Deploy成一個Lambda 所以他的公司有數十個到上百個的Lambda Function在那裡 那他的溝通上跟石桌上跟管理上 就產生了極致的困難 所以這個就不是一個非常建議的 那我們在整個微服務的部署 或者是開發的這個候選人呢 基本上呢 你可以考慮的是 特定情況下 真的從entity最小化這個點去做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考慮的是回推一點 在他一個範圍內的這個subdomain 去關心他整體的應用 而這裡就跟技術無關了 就是純粹看這個業務本身要彰顯的範疇 跟他的業務能力到什麼程度 你來做決定 所以呢 你要從他整體的Global complexity來做一些評估 整體來講 他的複雜度其實會很高 所以你在猜的時候 不要只過度關心單一的小面相 就像剛剛講的一個小的entity內容 如果太多entity一個一個被部署獨立開來 管理複雜度會提高非常多 那另外呢 在那個Tim de Berners 他在1998年的書呢 他也特別提到 就是說 當你在設計一個系統的時候呢 如果他的功能可以被拆到多個 Luz Capoli的這樣的一個小的一個應用當中 每一個分塊裡頭 那麼這個的Design呢 可能是一個非常好的很不錯的一個設計 他就是告訴我們說 你在過於不及當中能要掌握到這個度 聽起來很玄喔 但是這句話不是我說的 如果只能講說他需要一些做的過程 然後去試錯再回頭去驗證 因為通常人沒有辦法很清楚 在第一天就知道說 自己在開發的業務系統 他的細節跟他的範圍有多大 你經常是在今天做明天調整 輪環不斷的巡迴當中 就像前面Eric講到的這個 Horpool的這個cycle當中 過了幾次之後 你的邊界會趨於穩定下來 那麼這樣的設計呢 就會是一個好的設計 所以呢 如果你的業務服務 加上一個好的一個工程實踐 那麼他就是一個很保護的一個 微服務的一個實踐的內容 OK 好 那Berners他又在跟我們講了 他說 其實他不僅僅是需要說 然後去了解你的系統呢 是很好的被模組化被做拆解的 因為模組化帶來的是小而好管理 理解業務價值 理解他的邊界 那同時也需要你去理解到 你是持有了一整個完整的系統的 所以你必須去同時去思考 如果你這個小的這個紙的模組 他跟彼此不同的模組的互動的關係 如果他真的有大量的connected 而且是synchronized connected 到不同的module的話 那麼你可以考慮去 enlarge 你這個小的模塊 讓他變成一個更大的一個系統 那另外呢 這本就是天書了 我都還沒出生了 1972年 這個Barbara他提到的是說 如果 在一個好的一個模組化的一個系統當中呢 他是需要去盡可能的最小化不同的溝通在不同的module之間 所以你看這也是很多人在幾十年前吧 沒有Micro Service概念的時候都告訴我們一個思維 你在做的時候就是理解它的尺度 頻率跟它的多元的溝通的管道不要太多 好OK 所以這裡的Micro Service呢 他其實就是提到的是 我們善用這個門戶呢 來做為它的溝通的界面 那你要能夠知道它應該要做多或少 那麼在這裡呢 Vladic他整理了十條的設計的這個tips 我也是這一次才特別知道說 歐洲人喜歡用heuristics 來表達這個十個小題型 或者十個這個設計的一個主要原則 可是第一個就是說 在猜的時候 根據我們的業務的限界上線文來猜 你不要去產生了衝突的模型 在不同的業務標的裡頭 永遠從限界上線文來猜 那這個就我們前面提到了 如果你對於限界上線文的理解 還不是非常的熟的話 我告訴你有一個Peple 可以讓你更快理解 請你上IT Home的鐵人賽的文章 去搜尋Fone的DDD的30天的文章 他在Bonnet Context這邊有聊了很多 或者是那個Eason郭 來自於DD社群的夥伴 他之前有分享過一個影片 投影片在講限界上線文這一塊 也講得蠻清楚的 那第二個題是說 千萬不要將你的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的內容 拆到不同的Party去 那這個也是Martin Fowler 他特別提到的定義 你的物件不應該過度的直接被分身在多個Party 如果他表達是同一件事情的話 那在這裡的衡量的度呢 就是說 從整體帶來的Benefit為主 像剛剛我們前面提到的案例 在Campaign跟Sales當中 他會分別有不同的角度來看 Lead這件事情 可是你正常來講 分別持有完整的Lead的概念 在不同的上下文當中 絕對是最好的做法 因為他就只關心自己的資料內容 他也只持有這個Lead本身的狀態 自己做更新 即便看起來像同樣的名字 但你也不要去把它分開來 OK 那在這個單體當中呢 系統的設計呢 他必須是盡可能去了解到 Functional跟Non-Functional的Requirements 我們在做設計的時候呢 在DDE當中呢 我們前面講到的這個指領域 基本上我們會根據重要程度 或者來支撐他完成這個業務的 或者是通用的角度呢 來看整個被你劃分出來的業務知識 到底怎麼做區分的 一般的這種Generic的Subdomain 這種一般常見的呢 他可能就是說 我們自己去做的話 我們沒有太多的競爭優勢 而且大家都做過很多同樣的東西 而且他又有複雜還有邏輯 都做在裡頭的 像Billing的系統 像全台灣 現在就有超過10家以上 在做電子支付的公司 甚至可能持續再做更多 那我在前幾天的 前一段時間也貼過一個連結 就是某家電信業 他們也在做一個新的支付 然後我就問我自己 這樣子的設計到底合不合理 如果他做支付只是為了振興消費券 到底這個時候他去做支付有沒有意義 是不是有可能把支付這件事情 直接拿線上 既有這些超過10家的合作商 把他們當成GenericSubdomain就好 那這電信商他應該可以將重心放在 把他的業務跟振興消費券的合理的角度來做 那這樣子其實你就會很有感覺 好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應該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買 或去採用我們這些 這種通用型的GenericSubdomain 那麼我們去做整合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在你的系統跟這些第三方的產品協作的時候呢 通過中間加放一層Prosity的概念 在領域凶設計當中呢 這一層Prosity我們稱之為防腐塵 這個防腐塵呢 它通常是要幫助你避免你家的系統 被外部的這些Vender做了Vender Locking 所以你在這裡可以自己定一層Interface 來去做接接 那麼就可以針對資料呢 做翻譯做轉譯 甚至添加更多不同的Metadata 讓彼此之間做溝通 常見的場景會是什麼呢 你今天你假設你是一個APP的供應商 你是個新的APP的開發者 你最常要用到被人問的就是身份登錄的事情 但問你自己喔 你在做的APP真的需要自己做登錄嗎 現在這麼多的Serv Party的這個OOS或OLID 你要去接 你是不是可以今天選擇Google去接 明天選擇Amazon 後天選擇Facebook 這些來說 對你來說這些A&A Services 都是第三方的對象 如果你可以在這裡定一層 你真正關心去整合到你系統的這些Interface 那麼你拿到的Authentication Information 在這裡就可以翻譯成你要的去做互動 你其實就只有在這裡一次做完而已 未來接任何不同的Serv Party 就是只是在這裡 針對這個Incoming的Data Content做專翻譯 那麼你就不會擔心你家的APP 被任何一個第三方的這個身份授權工具給幫助 你隨時可以支援非常多 所以在這裡這第三個方法很重要 而且也非常常見 那我們再看一下 那怎麼樣的關心的業務話題值得我們去做的呢 我們在這裡看一下Coreshop Domain 最核心的 通常它是要去做一些新的創造性的事情的 也就是說不做這件事情 你家的公司或你家的業務可能發展不起來 可能你就會收到資遣費跟這個離子單 那這個情況下是最關心的 那有時候它可能也是去優化已經既有的產品 你有可能要做轉型或者是 覺得希望將特定的業務功能產品化去開創新的契機 而這些東西它會在市場上具有高度的競爭力 而且它有複雜的業務邏輯都在你家了 而且經常的換 那這類型的我們可能把它 可以把它視為這個核心的這個的Coreshop Domain 這類型如果我們看到剛剛的那一個案例 它可能是Campaign的活動 廣告優化 CRM Sales Commission 可能這些都是潛在的險象當中 OK 所以那 有這些的話呢 你在做的時候呢 Vladic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知道這些很重要 但是不要急 它這裡指的不要急是說 你不要很快的就去下定論說 這些被你勾勒出來的線界上下文 它現在就是很完整的 其實沒有 因為所有人都需要花上一段時間 去獲取領域知識 你可能要怎麼方式去獲取呢 第一個你可能跟領域專家對話 第二個你可能做市場試調 甚至第三個 你可能真的發布第一版的試用的APP 去收集用戶端的回饋 這樣子不斷的去內化 精煉你的核心的領域價值 跟領域知識之後 你的核心領域呢 它的範圍跟知識才會完整下來 所以這通常是一個弊病 大部分的人剛開始做的時候 做到這裡就是 兩個禮拜訪談完 就覺得說我的核心領域就完成了 直到上線那一天才發現 它的核心領域已經被打開 拆解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因為它一開始彼此並沒有很清楚 好 那麼再來另外一個最重要的這個 也很重要的叫做 supporting the subdomain 這個supporting呢 它是來支撐我們的核心的業務領域的 它通常呢 不太具有那麼高的競爭力 可是它必須去支撐我們業務的運行 那不能買也不能隨差幾用 因為它跟你的業務有關 然後它的邏輯比較簡單 所以這種情況下 你是需要自己開發的 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它相對的安全 你可以去拆解下來 並且將它呢 找外包商來做協作 只要你能夠保障 你跟你外包商的管理呢 可以一直基於這樣子的 contract API design by contract的角度 來跟它做協作 那麼你的核心領域 跟你的這個support的這個支撐領域呢 就可以很好的一個運行 OK 那第六個的小提示是說 你可以去考慮一下 你的資料的一個操作的 一致性的一個要求 微服務本質上呢 它並沒有神話 如果你要完成一項業務功能 就需要有兩個以上的party的參與的話 那麼他們就算走入微服務 還是需要兩個以上的溝通 所以如果 你需要的是一個concurrency的control 如果你說要有一個完整的一致性的話 那麼事實上 它應該可以就放在同一個service當中 提供兩個message去完成它就好 這個時候它就是一個方式就去做了 那如果我們在同一個service裡頭去呼叫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synchronize code 就搞定了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考慮的是 最終一致性的做法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以考慮分別部署在不同的服務 然後提供API讓它去做這種非同步的操作 去send a message 去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你在選擇上可以考慮到的就是 我們先放在同一個服務來做 或者是不同的服務 然後synchronize communication 或者是真的是部署成兩個不同的服務 然後用synchronize方式操作都可以 那如果我們真的需要這樣子的一個synchronize的操作的話 那麼我們經常是通過事件來傳遞的 而在事件傳遞的時候呢 其實你會有很多類型的事件會出現 尤其是剛開始你在做這種事件驅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Q很好用啊 Q的傳輸又很正常很順利 我就產生了操作不同的Q 而每一個不同的Q它代表不同意義 所以Q裡頭扮演的每一種的業務事件類型也很多 做到最後你就會發現 你有時候其實已經不太記得 這個事件的類型到底扮演什麼樣真正的意義了 所以在這裡呢 它鼓勵大家可以對這些事情來做分類 有一些事情它可能是 public的出去來統一做為一個fasad的一個角度的 那有一些其實它是內在可以去做應用的 比如說在這個案例當中我們看到 假設我有一個服務呢 它可能會拋出email change的 phone number change address change的 這樣子三個不同的關注的資料的主體被更新的時候 它都發布了事件更新的一個事件類型出去 可是如果這三個東西 其實它考慮的都是一個 我們的聯絡身份資料的細節的改動的話 那麼其實你可以真的發布就一個 contact detail change的一個概念就好 從這個角度出發 你只要把這三個不同的party 放在這個body當中 其實你只體現了一種的外顯的溝通事件的類型 而這些其實都是private類型 你不一定真的要發布出去 這樣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 去管理你的這個事件的內容跟量體 所以你在做事件的時候呢 你可以考慮這個角度 哪一些是我的內具的領域事件 我自己關心做的可以直接做掉 哪一些是我publish要出去的整合型的業務事件的 那麼這個可以做一個區隔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我事件都有了這麼多了 我其實會需要將我的事件的描述更具象一點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有一個agent assigned to lead 但你可以發很多次 有時候你想要去做取消 那麼我們如果在這裡呢 可以將取消的行為更具體一點 agent on assigned to lead 然後下一次再發一個新的 你可以對比一下 假設我們只用一種類型呢 發出來 而我們的應用程式consumer 是根據這個影片的內容的body來判斷的話 其實考驗的是consumer本人他的邏輯的理解 但是如果我們從發布的事件類型的角度 能夠更明確的表達的話 那consumer其實是可以無痛使用的 我覺得這個對於你的協作跟合作上呢 就有一個天地的差別 如果你想要跟你合作人舒服自在的話 那麼我覺得你可以給他一個明確的 整合型事件的內容呢 他會比較容易去理解 那第九個提示是說 我們要去評估每一次改變的理由 當我們service互動的時候 service A call service B 如果你經常要改動的時候呢 那麼你就要思考 為了什麼原因去改他 A跟B之間改動的頻率是不是一致的 那他能不能被decouple 如果他不能被decouple的話 那A跟B是不是應該就要整在一起 所以第十個主題是說 考量一下你的整個對應的互動的API這扇門 這個門呢 它本身本質上是真正提供你交付的進出口 所以你要決定是不是曝露出去的時候 不要只想著技術細節 你還要想曝露這個API的調度的時候 是不是滿足了你這個組織 這個team甚至這個service 他應該有的職責 如果有了都能夠對起上的話 那麼這個API它其實是值得你去做的 OK 所以在最後給大家一個統整回顧一下 就是說 談整個的微服務呢 其實它必須回到你真正的這個業務核心的話題 而且我們是開放的public interface 也就意味著給出去之後 你就有責任去照顧它 包括它的改動的範圍跟頻率還有原因 而每一個微服務呢 它就是一個微小的一個門戶 讓別人來存取 而這每一個微小的門戶的interface呢 它要從用戶的場景的角度來出發 而不要只看某一個事件 所以這上面是我們剛剛提到這10個小的提示 然後呢 更重要就是給你一個概念 你必須去思考的是 就是在過與不及當中去梳理這一整個的開發細節 而這些細節都必須從我們提到的 從業務場景去慢慢去推交出來 要不然你在做拆分的時候 可以得到一個比較舒服的點 OK 那Vladic跟大家介紹了 他在整個的學習歷程當中 參考的樣書 這裡有十幾本 我坦白說我沒有全部讀完過 我頂多了不起我讀一半就很了不起了 那我覺得大家也可以 歡迎你看了之後 可以在他推特上去跟他做聯繫 他是一個蠻open的人 也歡迎你跟他多聊一聊 OK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接下來是我們Q&A時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多了解一點的 好像沒有問題對嗎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問題 那所以我可以下課囉 你們確定要這樣放了就這樣放過他嗎 OK沒有問題 然後我這邊剛剛一邊講的時候呢 其實我也一邊的去上傳了簡報了 所以你們等我一下我這個連結 如果你們有需要看一下的話 其實沒關係我們這個會 好也可以都可以 這位已經準備好了 好 OK 好 消化不良 好沒關係 歡迎隨時敲我們 或者是找任何機會 我們再多聊一些 哈囉哈囉 其實我想到一些問題 不過這個可能很麻煩 假設 現在 我先講一下前景好了 那假設你一個 你是做EC的 然後那個人要更改他的商品 之類的吧 那你首先你 你會 會要驗證這個人的Cookie 或者他的Token 對不對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 你再看這個商品 是不屬於他 然後才能夠更改 其實 回到剛剛說 這些 經常被一起調用的一些東西 應該放在一起 可是好像也很不合理 因為一個 我現在的 製作法是一個 是一個商品的服務 一個是 User的服務 可是 以剛剛的 Use case來講 你每一次更改 其實你都要 調用這兩個服務 其實他的communication 也是很高的 那這種你 你可以怎麼 覺得應該是一個 單體的一個東西 還是 還是 還是要拆開兩個東西 因為 的確來講 User是User的東西 然後商品是商品的東西 嗯 就是在某些情況底下 他們的communication的次數 其實要很頻繁 你怎麼看待這種的事件 OK 我覺得這個 拆分的時候 是一個職責的概念 比如說像剛剛講的 當 我的消費者 在線上選購商品之後 接下來 我每一次 從這個選購商品當中 我要去 增加商品 或是改動 或刪除這個商品的時候 我要做身份的查驗 在這個情況下 他去取用兩個服務 來完成這件事情 是合理的 那我們前面提到說 要合併起來的點 只有一個大的點 就是說 當我改其中一個服務的時候 另外它要被跟著改 而且這個頻率很高的時候 就會產生有問題 而譬如說 我們通常對於這個商品本身 提供的服務的業務功能 它經常不會直接的依賴於 這一個會員的服務 基本上不會 我們會需要 會員依賴的通常是去驗證 他當下 他的這一個 Session 是不是合法的 或者用戶是否還在線 或者判定這個人 是不是尾貌的人 但這些東西 它並不是直接來自於 商品本身的業務的事情 所以通常我們在這裡 會用這種 橫切面的角度去做 可能會有一些AOP 或者一些filter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機制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在MESA INVOK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 由錢接到後面的過程 那沒有問題 我覺得區分的角度可以這樣看 比較難的一種的 經常有一種東西 會建議你直接綁在一起的 就像是那個 變更價格這件事情 比如說我在產品的販售頁面上 呈現在頁面上的價格 可能是10塊錢 然後如果你發現說 你的上價 商品上價的時候 的價格改動的時候 頁面本身也要跟著改動 然後這種情況下 一般合理的設計 其實它是可以分開的 可是如果你發現 你既有的團隊或既有的系統 它就是要一起改的話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就建議你先不要分開了 因為正常來講 上價本身是提供了 商品上價的價格 呈現給用戶端 而我們用戶端呈現的頁面的價格 其實經常它 除了呈現這個價格之外 還會有時候會套用一些 活動的campaign的內容在裡面 對嗎? 我進到這個活動頁 我可能還要根據會員身份 去做discount 所以這個時候通常會有一個 獨立的一個計算的這樣子的一個 譬如說以前我待的公司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做 專門叫做campaign的service 每一個會員進到活動頁 每一個會員進到銷售頁面的時候 都會去跑campaign 跑一次得到它最終的這個價格 那在這種情況下 它本質上應該是獨立的兩塊 可是如果我們這一塊campaign 其實沒有做好的時候 那麼應該就是直接讓它同一個就好 進來就直接算最正確的價格給它 所以我覺得是 更新這個業務功能的改變的時候 到底另外一個party會不會受影響 如果不受影響 那麼其實它是可以是分開的 好像有理解一點點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個需要就是有一些 業務場景跟實作來做比較有感覺 OK今天會有錄影喔 對今天應該會有錄影的影片 所以到時候可以 應該是可以重聽的 好 好 謝謝 然後 Steven提到的就是說 先處理好Design Pattern 處理好Legacy 再來處理Micro Service 對啊 這個是一個蠻直觀正確的方向 像 我經常建議我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客戶的角度 都是說 你既有的系統 如果本來就是一包 然後你這一包 你就先看一下 它有沒有跟其他的process 有溝通的 我指的process 指的是說 可能是同一台機器裡頭的process 也有可能是別的機器的process 它可能通過了這個remote code 或者是HTV code 或者甚至是直接通過Socket 對DB做這種CrossDB Connection 這些事情 這些東西都先被解決掉 先能夠API化以後 再來考慮 慢慢的拆出為服務的角度 這件事情 會比較簡單做